各位朋友们 欢迎大家又回到Decision Made的 加拿大移民频道 那今天我们讲一个主题 叫做学渣 也是这个学签被拒的合理原因 那么我们只要讨论一些 在之前的本科阶段成绩比较差的人 在申请加拿大留学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事项 这个我们知道 有很多大龄留学的朋友 他在本科阶段因为种种原因 考上大学以后放飞自我了 对吧 所以本科阶段的成绩不是很好 那么我们今天主要分析一下 如果你本科的成绩不好 或者大专阶段的成绩不是很好的话 在申请学签里面 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事项 我们今天会讲三个真实的案例 其中有一个是我自己亲身经手的 那么我们先看今天要讲的故事 今天有两个case 都是加拿大移民联邦法庭里面的 司法复合的案例 有一个是我自己经手的 我们先讲第一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 这个人叫做Barratt 这是个23岁的印度人 然后他申请了学签 这个老兄他在本科阶段学的是管理学 然后学签有过一次拒签记录 那么二签申请了加拿大的某个college 在North Bay 你看他的学校申请的方向还挺有意思的 在North Bay 那么既属于安省偏远地区 又属于RNIP覆盖的小镇 那么我觉得老兄的学校申请还是有一定策略的 对吧 然后他似乎是申请了SDS的学签 因为他递交了成绩单 GRC也预付了学费等等的 那么他的语言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他的学签被拒了 那么学签被拒以后 我们干的第一件事情 就叫吊档 但是我想在讲吊档内容之前 我先给大家一个思考题 就是我们知道很多人 他都要准备做SDS学签了 特别是今年下半年 各方面都在疯传 说加拿大的SDS学签 会降低一些语言层面的要求 对吧 那么我们想个问题 为什么加拿大政府 在要求你做SDS学签的时候 必须提供成绩单 这东西有什么用 对吧 SDS有几个必要的条件 一年学费 GIC语言成绩要达标 对吧 然后还有你提供过去的 或者说最近的 学业的一份成绩单 那要这个成绩单有什么用 大家带着这个问题 来看我今天要讲的东西 首先我们先吊档 吊档之后 出来了一大串东西 印度那边的签证官 还是比较负责的 他写了一堆 上来第一段 讲讲老兄的背景 说他以前在印度学的是什么 他来这边想学什么东西 那么具体的内容 请见录取信 还是比较详细的一个内容 看上去也不是计算机生成的 好 我们看第二段 第二段就比较有意思了 第二段里面他说了一大堆 然后先生官说 根据这个人的过去的教育 和什么什么经历 他不相信这个人来加拿大学的 这个项目是合理的 他也不不满意 申请人的这个学术能力 注意看 他这里面出来的一个关键词 叫做Academic Provency 这是学术能力 他说你的这个学术能力 我不是很满意 出来了这样的一句话 再往下 接着那么签证官又说了 根据你提交的成绩单 我们发现你的成绩单的 几乎所有科目 都是low average marks 什么意思 就是低于平均分 非常低的一个平均成绩 以及你所有的主课 叫做core object 你的这个主修专业的课程 大部分的成绩都是low marks 说白了 就是这个人是个学术 就是我们用开玩笑的话说 就是你上学的时候成绩不是很好 不管什么原因 你成绩不好 那么你就是个学术 那么这里面的第二个关键词出来了 叫做low average mark 好 再往下面看 那么根据上面的这些原因 这个签证官综合考虑以后 他认为这个老兄不是一个bonified student 什么叫做bonified 这个词是个拉丁文 这个回头我后面会详细的解释 他说根据前面这个原因 我认为这个申请人 不是一个带有真实意图的 这个正儿八经的学生 或者说不是一个带有真实意图 来加拿大学习的学生 那么第三个关键词 叫做bonified student 好 我们记住这三个关键词 然后我们来逐一分析 这件事到底最后会怎么弄法 那么这个被拒了 被拒了之后 这个老兄因为是2000了 然后他不服 不服他就跑去 跑去加拿大的联邦法庭 去递交了司法复合 司法复合之后 那么双方就在法院上面 就开始你来我往的争论 对吧 申请人的律师和加拿大移民局 代表加拿大移民局的司法部 双方在法庭上你来我往 申请人的律师说了 你凭什么说我们成绩差 对吧 我们成绩差的加拿大学校也录取我了 对吧 你没有什么资格说我成绩好和不好 这个学校录取我了 你就应该给我去做学签 我的成绩好不好 跟你没关系 对吧 这个录取与否是由学校来决定的 这是第一个理由 看上去好像也挺有道理的 第二个理由 移民法里面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条目 说签证官可以根据申请人以前的成绩 来考核学签的审批 好像也有一定道理 对吧 那么这个两个条件 申请人的律师 拿出来跟对方去跟移民局去对质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的联邦的法官 他们支持还是比较渊博的 他从过去的学签司法复合审判的例子里面 在审判的案例里面 找到了一些大量的支持性证据来 站在移民局这边的 怎么说的呢 他说法官他给出了自己的一个判断 或者说自己的一个statement 他说移民官可以根据在审核学签的过程中 是可以根据申请人的技能和能力来判断 他是否是一个带有真实意图的学生 那么这里面所谓的技能和能力 包括了什么这个括号 我用绿色的字标出来的 包括Academic Provency 学术能力 以及基于这个学术能力 Likehood of success in the proposed program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签证官他在考察一个学签的时候 他有资格也有权利来判断 根据他眼前的材料 判断这个人他申请的是专业 他是否有可能成功的完成这个专业 这句话很重要 这句话非常重要 比如说你雅思四分 对吧 然后你申请了一个加拿大的法律专业 然后学校for some reason 出于某种原因 学校也录取你了 但是你一个雅思四分的人 你是不可能成功完成一个 对语言要求很高的专业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签证官有权利 去考察你的Likehood of success in the proposed program 以及签证官也有权利 去考察这个申请人的Academic Provency 你以前上学的成绩不好 对吧 你凭什么让我签证官相信你来这边还可以成功的在一个外语的环境下 然后学一个更高级别的课程也可以成功 那么这个是法院的一个认为 并且在法院的过往的案例里面 也有大量的记录 至少有四个相关的判例 都是支持移民局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比较尴尬了 对吧 然后法官又说了 法官又说了 就是第三点 with respect to officers funding 什么比较低的成绩 既然你已经是学渣了 在这份申请材料里面 申请人没有做made no specific submission 他没有做一个适当的解释 说我原来本科成绩比较差 但是我后来可能又学了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我在工作当中也积累了相关的知识 所以我来学这个是有可能毕业并且成功的 但是他什么也没说 他只交上去了一份非常低的成绩单 对吧 他没有做任何的specific submission 也没有做any的argument 他没有解释 说白了 他就没有去解释 那么这个也是法官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 签证官把它拒签是合理的 那么这个case我们很快就讲一讲 我们不去追究这个法律的细节 大家也不是搞移民法的 但是我们想透过这个案子 暴露出来的一些材料 我们去考察去分析 签证官在审核一个学签的时候 他对我们有些什么启示 第一我们要深刻理解 什么叫做bonafide student 就是你怎么证明你是一个带有真实意图的 真的来学习的学生呢 对吧 你说我有钱 我语言成绩好 我什么什么好 那么最关键一点 你学的这个东西 你要能学完 对吧 你要能够顺利的完成它 并且完成它呢 对你要有一定的职业啊 或者各方面的帮助 对吧 这个是对于加拿大 对于学签过程中 对于这个bonafide student 他有非常深刻的这个考察的点 那么反正来讲 对我们说 如果说你是个学渣 你不管申请硕士也好 申请研文也好 你拿出来的一个成绩单 是很差的 并且你是做sds学签的 对吧 那你要适当的做些解释 说哎呀 我当时学校里怎么怎么着了 这个后来我又获得了这方面的知识 你看我又这个工作以后 我又学了什么什么证书 对吧 我的工作当中也也具体用到了这个知识 所以我自学了什么什么东西 我上网这个coursera 学了什么东西 你要做一定的解释和补充 来弥补你的这个破绽 而不是说我拍一个 全都是60分的成绩单上去 你指望这个签证官 你想指望这个成绩单对你加分 我觉得是很难的 对吧 不扣分已经不错了 那么凡是有凡是有破绽的 凡是有破绽的 你要适当的去去补充 你要适当的去解释 那反过来讲 对吧 咱们如果是学霸 对吧 成绩都是80分90分 每年得一等奖学金的 那么你在做SDS学签的时候 你也不要害羞 你也不要不好意思 对吧 你在那个成绩单 这个交上去的成绩单 前面放着cover letter 告诉签证官 老子是学霸 对吧 你看清楚了 我的所有的主科都是90分 我每年都得一等奖学金 说明我的学习能力强 因此你不能够说 我很难成功 或者说你不能够轻易判断 我不是一个buon-naught student 对吧 你就用这种方法 你可以把签证官的嘴给他堵住 所以说学霸有学霸的做法 学渣有学渣的做法 这里面其实做一个学签 有的人其实对这个学签的理解是非常浅薄的 就是说我就写着所谓的学习计划就好了 其实我们自己公司里面做学签 除了学习计划 解释信 几乎主要的材料前面我们都会加一个cover letter 成绩单我们会解释这个人的成绩 因为什么样什么原因 或者在这个解释信里面专门去强调它 然后相关的工作经历也会去做一些解释和强调 你一定要有充分的解释说明 而这些东西都是堵住签证官拒签你的途径 对吧 而且就算他盲目的武断的把你拒签了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成为今后来支持你的法院上面的成堂证供 我们再往下面看 这个事情今天我们讲的第二个故事 就是话音未落反转的剧情出现了 这个故事也是今年刚刚判出来的一个司法复合的 这个案子 这个老兄叫库马 也是一个印度学家 也是一个印度学家 然后他也一模一样 他也有一个拒签记录 然后他申请了一个 这个college的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然后2000再次被拒 被拒了之后没辙上法院 上法院之后还是调党 调党之后几乎出来了 几乎出来了跟我们前一个case一模一样的笔记 说的是成绩单 反映了low to low average 就是低的不能再低的平均成绩 这个老兄的原始材料我看过 他的成绩比前面那些还差 大概也就是五六十分 可能连及格都不到的一个更加学渣的学渣 然后签证完整说了 你看你的成绩实在是太差了 对吧 然后我不满不满意你的academic prophecy 然后这个case对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启示 他是做2000的 他第一签申请了一个完全不另外的一个专业 然后第二签他改签了一个应该是改签了一个商科研文 签证官又揪他小辫子了 他说你的educational goals in Canada are not consistent from one application to another 这个东西就比较诡异了 这里面签证官说你之前申请别的专业 现在你改了商科专业了 你两次签证之间你的education的目标不一致 这个我觉得签证官多少是有点找茬的缘故了 对吧 所以说那么这个是调档调出来的东西 然后继续往下面看 然后这个签证官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他出手也比较重 他把人家的成绩 包括他低分的那些课程 一项一项一项的都给列出来了 然后他写了low to low average grades at 40 to 59% 就是有好多好多的课程 他的成绩都是非常低的分数 然后他列出来了具体的低分课程 那么这个等于说当面给这个学渣打脸 对吧 然后第二段又写了 说你的education的goal 跟两次签证之间的目标不一致 你原来想学这个的 忽然第二次你又想学那个了 这个里面到底怎么回事 那这个案子里面法官说了 这个申请人的 来加拿大可能的上学的成功与否 签证官在审核这一点的时候 必须要非常小心 叫做approach with cares 就是你不能轻易的判断说 这个人我认为你来加拿大上学是没戏的 我认为你来这上学肯定是避不了业的 这种这种结论签证官不可以轻易的做出 这个是法官的一个非常权威性的结论 说must approach with care 那么第二段话他又说了 there is no reason to presume that immigration officer 这个没有理由相信签证官有足够的经验和知识 来衡量一个人的在学术层面的成功与否 你看他这个其实在加拿大的法庭里面 大家也知道司法复合的case 法官的决断权是非常大的 不同的法官得出来的结论往往是不太一样的 我已经见过好多申请的case里面 在不同的情况下 甚至完全相同的一个情况 不同的法官得出不同的结论 那么这个法官的说法就是说 你签证官不可以随便认定人家是学渣对吧 你也不是搞教育的 你凭什么说人家是学渣呢 那么法官在在处理这个case的时候说 签证官没有成功的去connect the dots 在过去的这个不好的成绩和他现在申请的这个专业 能否成功之间没有建立起来的足够强的联系 叫做connect dots 然后呢这个法官又说了 这个一个学生他只要能毕业就行 他不见得要以非常好的成绩毕业 那这是法官在这个case里面给出来的他自己的一些观点 那这样的case 为什么这个case会赢呢 为什么这个case申请人他在做这个司法式复合的时候会赢呢 有着跟前面的case 同样是学渣啊 有着跟前面的case完全不同的细节 就是在这个case里面他的提供了足够多的解释 比如说我的原来上学的成绩不好是什么 但是呢签证官没有对这个解释做出回应 所以说法官认为签证官在拒签的时候 武断的判断了这个人是学渣 没有很好的做深入的分析 说白了 其实这两个case背景都是一样的 性质也是差不多的 但是因为材料的细微不同 以及你申请过程中提供的解释性也好啊 说明材料的细微不同 在法庭上面得到法官的支持 结果就相差很大 另外呢不同的法官 他的主观倾向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这两个故事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这个启示呢 第一个就是司法复合的结果是有一定的主观性的 是来自于法官个人的这个观点和倾向 有的法官倾向于对政府采取比较严格的措施 要求移民局政府在处理这些行政申请的时候呢 有更严格的这个流程和更仔细的过程 那么这样的法官他往往在做司法复合的时候呢 这个移民申请人签证申请人就往往可能获得支持 有的法官呢 他反而对申请人的要求更严格一些 这个是完全是由法官的尺度来决定的 第二个呢 就是说同样是学渣呀 这个不同的材料和解释性会有不同的结果 那么如果你自己的成绩不是很好的 不是很好的 你作为一个学渣 你一定要学会主动防御 既然交了一个很烂的成绩单上去 你要有足够的解释 那么对于做2000的 对于做2000的这个case来说 如果说你1000学的专业被拒了 你2000的时候改 2000的时候改专业了 你一定需要有一段解释和说明 我们公司做的所有的学签2000的case里面 专门都有一段叫做previous refusal 专门去解释前面一次被拒 我们上来就会说 前面是申请人自己对加拿大的教育体系 不是很了解 随意的申请了一个专业 然后也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 被拒之后他痛定思痛 改过前非 痛改前非 经过缜密的思考和专业的咨询以后 选择了更适合自己的专业 就是你不管这个话讲的有没有用 你一定要有段话 去讲你的第一次申请和第二次申请之间 有了什么变化 你主观上的求学目的产生了变化 客观上你获得了更多的信息 第二次申请是在有了更多的信息 和更专业的咨询结果之后 得出来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时候就不会被人签证官 抓你这方面的把柄 对吧 然后我们要避免成为学术和语言的双重学札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这两个法院的case 其实讲的都还是来自印度的申请人 对吧 印度这边的大部分的年轻人英语还是不错的 对吧 虽然说口音重一点 但是人家很多从小的时候就讲英文的 所以说英语不会差 可能只是学习成绩差一点 但是我们来自中国的很多申请人 他是语言和学术的双重学札 而实际情况下 你的学术成绩不好是很难改的 你说我本科GPA1.8 怎么改 没办法改 对吧 这里已经是个目以成舟的事实了 那你只能在语言上面有所提高 只能在语言上面有所提高 避免 一定要避免成为学术和语言的双重学札 我们说了 这个司法复合这个事情是不是很靠谱呢 我再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 真实的案例 这个案例是我自己经手的 我跟大家讲讲这个过程也挺有意思 首先他跑来咨询 跑来咨询 说他拿到了一个硕士的录取信 然后是有条件录取 我一看硕士录取不错 然后但是是有条件 然后他的英语成绩不达标 达不到SDS的标准 也没有达到硕士录取的标准 那么我就跟他说了 你这个情况做学签比较危险的 你要不要先考着语言 再晚点入学 什么时候语言考到了 什么时候再去做学签 成功率会高一些 我们也是本着对客户负责的角度 很多时候在我的咨询里面 我们对客户往往会采用一种 类似劝退的原则 就是你真的是达不到我们认为的 学签的标准的话 你就不要去冒险 对吧 花个小半年大半年的时间 把语言考好了 那么咱们做学签一次找定 我把这个客户采取了劝退的原则 我说建议你考考语言吧 他听了之后也不是很服气 可能觉得他自己规划已久的留学计划 受到了顾问的重大的打击 心里面是不开心的 但是他也没说什么 走了 走了以后过了一两个月 跑来跟我说Frank我决定了找你做学签 我一看咱们之前聊过 你当时语言没有达标 现在还是没有达标 对吧 然后他的收入也不是很高 我说你语言和收入都不达标 对吧 就算有着硕士的录取 你做学签还是很危险的 我劝你慎重考虑 他说我相信你 我觉得你一定能做出来的 我们尽量尽量努力 我反复跟客户讲 我说你这次客观条件在这边摆着的 你做学签是有风险的 那么他还是坚持要做 坚持要做就做 对吧 我们就能把能写的东西都写上了 按照我们常常规的这种 对一个签证尽可能多的 做一些防御性的 比如说讲他的背景经历 跟求学是吻合的 对吧 讲他这个语言已经在进步了 并且有相应的学校里面 也会有语言课程提供等等 讲了一大堆的所有能讲的东西交上去 然后不出所料 被拒了 好了 被拒了以后 这个客户就不开心了 你这个我签证怎么被拒了 然后也没跟我们多说什么 其实我们是能给他做免费的2,000的 但是他可能觉得拒签了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也不是很开心 他也没有表达太多东西 就拿了申请材料 包括据信就走了 那么又过了一段时间 又过了一段时间 他找到我们同行里面 也是一个比较资深的移民读问 对吧 资深的移民读问 他还是想要争取2,000 其实那个时候他语言还是没过 语言还是没过 还是要争取2,000 然后因为1,000被拒了 就反复的在我身上找毛病 说Frank你写的学习计划不好 你写的解释信不好 你写的东西太长 你写的东西对签证官 让签证官感觉不是很舒服什么的 反正从我这开始找毛病 找了一大堆的毛病 然后我们另外一位同行 也是比较负责的 也是行业里面很知名的一个老师 那那个老师就顺着他的思路 给他改写了学习计划 然后按照他的思路 就是又反反复复的改了好多东西 交上去 2,000又被拒了 2,000又被拒了 所以说从这个case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什么呢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 当我们经手了比较多的学签以后 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的判断出来 在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 这个签证能过还是不能过 当有经验的顾问告诉你 这个签证过不了的时候 你就应该去弥补自己的短板 在一个学签里面 在一个学签里面客观材料的 学习成绩 语言成绩 收入 出入境记录 对吧 这个学习专业的相关性 它的这个权重 要远远大于 所谓的解释信和学习计划 解释信和学习计划 很多时候是锦上添花 是帮你去做些解释 去弥补一些短板 或者说去让签证官更清楚的 看到你的背景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硬伤不解决 那你通过解释信 我写一版 我们更有经验的老法师 又写了一版 还是没过 然后呢 这个事情还没完 这个客户呢 觉得二千又被举了 他不服气 他跑去移民局 他跑去联邦法庭去做司法复合了 然后呢 他的这个司法复合赢了 这个时候他不干了 跑来找我来说 阿富汗克你看法官都支持我 这个为什么你说我的签证够不了 为什么你说 为什么你的材料够不了 他跑来找我来质疑我 大家要注意啊 司法复合和这个签证审核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事情 签证审核呢 是移民官根据你的材料 特观材料和相应的解释 说明来做出的一个 他自主的有这个自由材料权的一个决定 而司法复合是什么东西呢 司法复合是加拿大的法官 他在他去考察一个签证官 在做出拒签决定的时候 是不是有错误 是不是考虑不周全 是不是漏掉了什么东西 这个司法复合不是给申请人平反 司法复合不是法官看你的材料 说你的材料好不好 这个你是不是应该给去 法官不管这个事 法官只管加拿大政府 在审理你的这个签证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充分的考虑所有的信息 那一签也好 一签我觉得我们做的还是非常周全的 二签也是个经受 由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老法师经受的 我相信他的这个一签二签的材料是非常扎实的 那么在一个比较扎实的材料的基础上 签证官做出拒签决定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那么很有可能那个签证官套了模板 或者说没有对一些具体情况做分析 导致他的拒签的决策过程相对来说有所疏漏 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法院就支持了这个司法复合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签证的处理和司法复合 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而且在我们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这个客户一开始我告诉他 你去花个小半年时间把雅思考了 后面这个事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但是呢他折腾了两次的拒签 然后呢又做了一次司法复合 花去的金钱时间整体可能超过了大半年 甚至一年以上 他那个司法复合算是比较快的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第一我们要尽可能避免司法复合 因为你的实际的金钱和成本的支出都比较高 第二的话呢不要拿DIY的材料去做司法复合 DIY的材料根本经不住这个司法复合的推敲的 签证官说你不行 你没有任何材料给签证官去挖坑的话 你司法复合是很难找到签证官的毛病的 第三呢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学渣嘛 对吧如果你是学渣 这个本科成绩没有办法改的 你一定要设法在语言上有所突破 对吧不要拿语言和学术的双重的短板去做学签 有的时候多花一点时间 花着三五个月把语言给搞定了 那么后续的你的风险就会低很多 你相应的被拒的概率 以及被拒之后又额外产生出来的开销 也会低很多 所以说有的时候在一开始的规划要做好 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 谢谢